第二十题,所谓酸碱性为中性的水溶液,意思是子下列何者? A,水溶液中的氢氧浓度等于氢氧跟离子浓度,这个是对的。 我们在25度C的时候,中性的溶液或者是纯水, 那么它的氢离子浓度会等于氢氧跟离子浓度,等于10的负七四方大M。 所以选项A是对的。 选项B,水溶液中正离子数目等于负离子数目,这个是错的。 我们的电解质水溶液,无论是酸性、中性还是碱性, 它的正离子数目不一定会等于负离子数目,选项B是错的。 选项C,水溶液中没有氢离子,也没有氢氧跟离子,这个是错的。 至少我们的纯水会自然解离,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跟, 所以绝对不会是没有氢离子,也没有氢氧跟离子。 选项株,水溶液中正离子所带的正电电量,等于负离子所带的负电电量,这个也是错的。 我们正离子的总电量等于负离子的总电量,叫做电中性, 而我们的电解质水溶液,不管是酸性、中性或的碱性,一定都是电中性。 选项株是错的。 因此第二十题问我们说,意思是指下列合者,我们答案选的是A,水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等于氢氧跟离子浓度。